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品味上瓶的频道 我是艾达 今天这一集呢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五种你千万千万要谨慎购买 或者是 你千万不能够买的单品 也不是说不能买啦 就是你在买这五种单品的时候 你绝对要小心 因为它们非常非常容易踩雷 很有可能呢 你买回去你根本不会穿搭 你就把它丢在那里 或者是直接丢 而且有非常非常大的几率 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质感很好 我相信大家都想要买的好买的巧 而且你买回来的东西 是你绝对会穿出门的 所以呢 这五种服装单品 你一定一定要非常小心 或者是你如果你要求安全 你就干脆都不要买这五种服装单品就好了 我相信你的衣柜一定会越来越实穿 而且越来越好搭 首先第一种服装呢 就是有太花俏图案的服装 不管是T恤啦 洋装啦 衬衫啦 请大家千万不要买那个图案有够花俏的 我们先来讲讲T恤好了 T恤的图案非常重要 因为很有可能 因为这个图案 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超级没气质 或是让你整个人看起来超级趣的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啊 而且他是男生朋友 男生的服装款是就那几种嘛 不是什么T恤啊 就是衬衫啊 不然就是Polo衫啊 上半身可能就是这几种 所以男生穿T恤的机率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那个男生朋友啊 T恤在他衣柜里面的很大宗很大宗的底液 可是呢 他每次穿出来的T恤我都很受不了 受不了的点是什么 是因为他上面的图案让你看起来很廉价 有一次他穿了一件T恤出来 上面的图案是米老鼠 米老鼠没有不好 我也很喜欢迪士尼 我也也是迪士尼的忠实粉丝 而且我还要买他的股票 可是为什么T恤上却不可以有米老鼠的图案呢? 我绝对不是对迪士尼或是米老鼠的任何意见 如果你身上有卡通图案 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它在我们人的印象中 卡通图案是小朋友的专利 除非你今天要去迪士尼乐园玩 你想要进入迪士尼的世界 然后变得跟迪士尼的角色一模一样 很童话世界的感觉 那我觉得你穿卡通图案 或是迪士尼米老鼠的T恤 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如果你今天是一般的穿着 你穿米老鼠在你的T恤上面就很有事啊 如果那个女生或是那个男生 第一次跟你约会的时候 你身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卡通图案 他也许会觉得你很幼稚 你会觉得你很没有值得 所以呢 图案在一个人身上非常非常重要 好 如果今天我们不是T恤上的图案 我们是衬衫或是洋装 上面有很多花花的印花或是图案 甚至是一些集合的图腾呢 那难道这些人都不能买吗? 其实并没有不能买 只是呢 在你还没有成为穿搭达人之前 这些元素呢 你都要很小心的去使用它 因为图案有分大的跟小的 有分图案复杂的 图案简单的 或者是图案线条比较偏硬的 或者是图案线条比较偏柔软的 这些都跟你的风格 或是你这个人搭不搭配 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种我成为形象顾问之后 用很多的客人来找我咨询 穿搭风格这件事情 通常在我的解说之后 他们才突然恍然大悟说 啊 原来我不适合格子啊 因为格子是非常非常锐利的 并不是百搭 而且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驾驭的 所以在知道自己适合的风格 及特性之前 你一定要小心你所穿的图案 你穿的图案不一定完全适合你 所以如果是很花俏 或是很复杂图案的衣服 大家千万不要再买它了 因为它是很危险啊 好 第二种呢 就是质料非常非常容易皱的衣服 什么叫质料非常非常容易皱呢 是很薄的衣服吗 哦 不是哦 很薄的衣服跟很容易皱的衣服 它们并不是呈现正相关的比例的 有些衣服很薄 可是它却怎么样都捏不皱 有些衣服你摸起来好像是中等的棒数 可是它却超级容易皱 如果你的衣服非常非常容易皱 你真的很容易看起来就像 西立歌或是西立节 就是睡公园的那个族群 而且容易皱的衣服 很容易让别人觉得 你很没有精神 而且卫生习惯不好 就算你衣服洗得非常干净 可是你的衣服很皱 它也会觉得 你好像有点点 卫生习惯不好脏脏的感觉 再加上 如果你今天要去约会 你穿了皱皱的衣服 去见你的约会对象 你的约会对象 可能会觉得你很不重视它 你连的衣服都不帮我烫一下 可是 说实在的 有些衣服就真的是很容易皱啊 你也不想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买了一件很容易皱的衣服 你在出来约会之前 这个衣服有不容易皱呢 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是在实体店面买衣服的时候 你只要把衣服 稍微折一个角 稍微用手指筒 用点力把它压过去 如果它的折纹非常明显的话 代表这件衣服 一定非常容易皱 而且你很难保存 如果在网路上 你没有办法摸到实体怎么办呢 请大家一定要去看平价啦 如果你要淘宝化买东西 容不容易皱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容易观察到的 尤其是有晒照片的买家秀 大部分的人 都会是收到衣服后马上试穿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在买家秀的照片 或是评价有提到的衣服 寄来的时候非常皱 代表这真的是很容易皱的衣服 代表你在买这件衣服之前 你就要想一下小心一点哦 第三种衣服就是 颜色太多或是过于饱和的衣服 我们之前就有提醒过大家 你的全身上下 尽量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通常很多种颜色的衣服 你实在是也是不好搭配 在搭配上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困难性 因为它还件很多颜色的衣服 你到底还要配什么色呢 颜色过于饱和这件事情呢 很有可能会让你看起来没有质感 其实我在之前的影片 找出你的本命色那个影片里面呢 我就跟大家提到 其实没有什么颜色是不适合你的 只是你还没有找到属于你的那一种 找到你自己的本命色而已 其实很多很多人 是没有办法驾驭非常非常饱和的颜色 可是当然也有人是非常适合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一点的重点 还是放在 不可以有太多颜色的衣服上面 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样的颜色最适合你呢 让你看起来更有精神 而且自带磨皮效果的话 欢迎你来找我哟 我会给你一个非常详细的报告 并且告诉你你适合颜色处性是哪一种呢 好 第四种 就是质料过薄的衣服 诶 可是你刚刚前面不是说质料薄不代表容易皱吗 那为什么连薄的也不能穿啊 我刚刚说过了质料薄和容易皱是两件事 所以呢 我们刚刚在讲容易皱的部分 现在我要讲质料薄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像 第一个 如果这件衣服的质料非常非常薄 很有可能你会有透明的风险 因为当你这件衣服的质料呢 它不是本来应该是透明的质料 可是它却有穿透力的话 那这件衣服的质感会瞬间下降非常多 尤其很多T恤啦 它太薄太薄的话 女生的内衣的颜色很容易被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不管你搭配的再好 你内衣的颜色透出来 就真的会看起来很没有质感 除非啦 你是故意的整体搭配造型的一部分 那就另当别论 而且你要想想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男生 他穿了一件白T 胸前两点 一直不断的若隐若现 你也会觉得有点尴尬吧 第二个原因是 质料过薄的衣服通常不会有修身的效果 很容易要你来缺点圆形毕露 如果你今天屁股很大 可是你却穿了一件非常非常薄的裙子 那这件薄的裙子呢 非常有可能会粘在你的屁股上 这有可能会被大家发现你屁股很大 而且你的屁股很胖 因为质料很薄的衣服通常都会非常非常的贴身 并且合身 而且女生的内裤痕很有可能会变得非常明显 这也是会让你变得非常没有质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哦 好 第五种是大家千万不能买的衣服 因为你买了它回来 绝对是踩雷又浪费钱 你可能一次都没有穿你就把它丢掉了 第五种就是 它的设计非常复杂 可是却是便宜的衣服 通常啊 设计复杂的服装 它们的工时相对也会耗费的比较久 而人工上也会花费比较多的心力 这些都是钱耶 所以呢 如果你买了这件衣服 它看起来是设计的很复杂 比方说它有很多的蕾丝啊 或是很多的钻啊 可是它的价钱却是相对的便宜 代表第一个它的用料就非常不好 如果它是很多箱钻的衣服 很有可能那些钻你穿没多久它就掉了 甚至是它金属的东西会褪色 这个时候你这件衣服就别想穿出门啦 因为真的会很丑 而且通常设计复杂的服装 或是有质感的服装 都是用立体剪裁的方式去做缝制的 而立体剪裁这种方式呢 必须是经验非常老到的师傅 才有可能做出来一件非常好看 而且非常完整精致的服装 所以如果它的设计非常复杂 可是它却是大量的阐述 代表它做工不会精细 车线也可能不会平整 我知道大家都想买便宜 可是你想啊 如果你今天只是个工读生 可是老板却要求你做主管集叠的行销 我相信你会觉得 我怎么会 可是老板叫我做 那我是不是就乱做就好了 所以啊 以上这五种服装单品 请大家在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注意哦 希望不要脑坡很弱 店员说 哇你穿这件好好看哦 你就把卡拿出来刷下去了 所以我们在买服装之前 一定要稍微思考一下啦 好今天五种不能买的服装单品 已经跟大家分享完毕啦 如果呢 你还有穿搭色彩 或是搭配上的问题 欢迎你来找我做咨询哦 下面有连结 也有非常详细的解说 欢迎大家点进去看看 好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我是你的整体形象配方式艾达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